同學待會新增一張工作表 如果你之前的還沒關掉 你可以用之前的 任何空白的 我只是今天要讓你們感受一下 1按完之後 Enter 2 Enter 兩個格子 幫我今天 我先解釋三個功能 等一下對不起 如果是打一個任何一個格子 打1 請你不用再打2了 對的這個小黑填滿 下個禮拜我們就要教這個 小黑填滿往下 雖然現在都都是1 當你放手之後 就有選項可以 來幫我唸出來 以數列填滿就出來了 第二個 如果1一樣勾勾確認 往下之前先按住 Ctrl鍵不放 往下拖曳你要多少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顯示出來 我待會到這邊的位置 假設我這邊是20 放手一定要先放滑鼠的手 再放鍵盤的手 就出來了 我最喜歡是第三個方法 1 Enter 2 Enter 兩個格子 拖曳 你要不用按Ctrl鍵了 我要到多少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我動作 因為它形成等差 如果你懂 這邊 假設50 Enter 100 請問 待會下面會是多少 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我都可以 24 兩個 我都可以變出來 給你 同樣的道理 日期也可以 假設今天是4月18 好 我們用我們上課日期好了 我們上課是2023 寫線 要標準的2023 下次我會講日期跟這個速列 我們的上課日期是3月8號 我印象中 我查一下 我們的3月的 講錯了7號 3月7號 我們這個學期會上到7月的第一個禮拜 請我就先故意拖曳 拖曳是複製 會順電 沒關係 我只要改 我快速講齁 差7天 所以這邊應該多少 14 14 好你看我全部好了 我可以快速來到7月的第二個禮拜 我們會上到7月4號 求的日期都有了 所有日期都有了 只是現在沒有整期 我們下次禮拜就會交這個 好再一次喔 可以嗎 練習 這邊打1 就勾勾確認 往下 放手 這邊我不知道有多少 只能猜測 點數列 第二個 1 勾勾確認 按住Ctrl鍵不放 會有一個快速跟你講 你現在的數字到哪裡 OK嗎 第三個 1跟2 兩個格子選取 往下填滿 日期 我們就直接 幫你幫我用4月18 今天日期 再加4 它會顯示這個我下次會解釋 4月25 下次的每一個禮拜二的日期 通通出來了 OK 來 自己感受 沒有玩回家玩好不好 那我會把今天影片傳給各位 可以嗎 OK 好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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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